很多障碍 就是老了不行了 不灵了 年轻的因为害病 失灵了 或者失坏了 你也痛不大了 第五种 天耳 第六种 无体性自痛 通达诸法无性 这是治啊 完全是治 只要心识说 通达诸法无自性 这样就变现自在 无性之性 就是理 就是理法界的理 诸佛 利益众生 广利益众生 他能变现自在 他只能变现自在 他得到 佛性的理体了 体自在过 所以他做一切事也自在 那么第七种 三分别语言 能通达一切语言 苗语啊 出生语啊 兽语啊 海里的鱼饼虾戒啊 他都有共同的语言呢 他那一类的语言呢 这幅不是广指人说的 咱们想得到一个 人类的语言通都办不到 福建人 想把福建一声话懂了 办不到 福建话多少种啊 看我们黑龙江人 东北的 现在他不知道了 东北黑龙江人 我在那走过 齐齐哈尔到 到科散 这一段呢 不长啊 这不长的一段 好几十个民桌 有个拉虎桌 这个在文字上都没有记载了 他人口很少 这两千多人 这个种种 他们语言非常简单 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年老的 叫老伙企 年小的叫小伙企 父亲管儿子叫小伙企 而这广父亲叫老伙企 就那么几个子 但是他的音啊 明白了之后 就知道这是这些老伙企 他的语音不同 像苗语一样的 现在这个民桌也没有了 逐渐就消失了 就那么短短的几百里公里 多少种民桌 你像咱们的玄州到惠南 惠南到仙游 仙游到莆天 莆天跟仙游是连线的 如果在附近到过 你就知道了 仙游的人说话 莆天人不懂 莆天说话 仙游不懂 大家 莆天往前一走 就是父亲 父亲说话 莆天不懂 辅助话 非常的困难难懂 还有到广东 就是他方言 说要把一切语言都通了 唯佛与佛 那你动他 他的话你不懂 你说话他不懂 没什么动他 你没法沟通 这是一种 没有体性的智慧 反而分别一些众生的语言 色身 咱们因为这是色身 色身种种类类的 有表骰的 你还可以知道 你还能通 无表骰的纵上 咱们看都看不见 有表骰的就是 有形有相 没表骰的 没有形象啊 像这类 这类纵上 你就没法度了 你就不懂得了 佛也能观到 他有变化的 咱们死了 人死了 我鬼 鬼是灵魂的 没有表骰的 你不能看 那个形象 画的那形 那不是的 鬼只是个灵魂 他没表骰的 很多鬼道 没表骰的 人好多是 好多怕鬼 你怕什么鬼啊 鬼怕人 人怕鬼 这就是互相怕 人多吗 鬼多 如果蚂蚁 他命中了 他又变成鬼了 鬼道特别复杂 飞行走 他一死 他又变成鬼了 那他一操生 又不知道到哪道去了 人只是人道 我说个人道 你也通不了 人要种种种种的 种种种类 现在你在这个 就咱们这个小地球 这六十多 六十多余人口 你说有好多种族吧 我经常跟大家讲 我到过那内伍齐 三十九个民族 西藏就是藏族 他什么藏族啊 语言也不善 服装 生活习惯 完全不一样 他本地的人 没有好多 三五十个人 就是一个族 他三十九族嘛 六七三十九族 玉囊签二十五族 这在西藏边界上啊 你说 把他们的身相 他们所的生活习惯 你想要了解 办不到 你没这个智慧 那你要怎么度他呢 你怎么度他 有些有表彩的 有表彩的吗 你还可以看到 有个形象 他没表彩啊 这类众生 你怎么 这类众生还很多 没表彩的众生还很多 像鬼吧 他可能献人形 他可能献出生形 这大力鬼王啊 大力鬼 无形献形 无捨献财 你这么理解 北京以前有个道影庙 道影庙那个大殿的门口 大殿门 那个门有个小洞洞 这是疫景啊 北京疫景啊 现在没有了 你在洞子里头看 你看到人在外头走 你会吓一跳 他脚在上头走 脑壳在底下 他上头脉搏 脑壳在底往前走 不吓一跳 叫道影庙 道影算 他为啥呢 你不知道了 道影没有 鬼本来没形的 他可以陷到你父母形 你梦中见了父母了 假的也是鬼变化的 他做你六亲眷属 骗你 骗你什么的 你要供养啊 给他烧点紫钱啊 或者给他 他只能闻味啊 他不能吃的 咱们供鬼神的东西 他只能闻个味 他就满足了 这个道理 你要想你都通达了 没有智慧能通达吗 你想斗他 你还得知道生活习惯呢 无形现形 这就是 智的智慧 叫色身智同 那佛大菩萨 能了达这一切 这一类的纵神 第九个就难了 一切法通 对一切法 法者就是形色 而种种样样的形色 种种的事物 不仅要通达了 还要通达 estar 理 以理名刺 以事能禅理 都能通达无难 第十种呢 灭尽童 有叫灭定智慧 灭定的智慧 在大地中 大定当中 能现一些威仪 这个不容易了 这个不是咱们一般的 必须得成佛的 这种定 叫灭尽 自通 叫大纪定 名字大纪定 一切法的事 停止了 一切法的理显现了 事和理都能通达无奈 灭定自通 这在华语讲的是 十种通 到十通品讲 比这个就深的多了 咱们后来都要讲 十通 善才童子 参得跟灯雪菩萨 一样的地位之后 灭尼菩萨 让他参 再回参文殊思理菩萨 文殊思理教的 参普天菩萨 在参普贤菩萨之中 讲着实定 实隐 实通 实地 最后了 是国后普贤 实通 通者就是自混明 但是有分别门的 还有 还有实明 实明 他心自明 就是散直 一切众生的心 实际上 他现在 他的智慧量 是好大 菩萨能知道 一些众生的心 念什么 咱们自己都不知道 咱们心念什么 从小到晚上 你要记得吗 你从早上 你睁开眼睛时候 你有知觉时候 你都念习了什么了 你背不出来 一念一散就过了 有的一念 就一散就过了 大菩萨 登地的菩萨 他都知道 你想什么 想什么 为什么你这样想 都知道 了知你来龙的去脉 为什么有这个思想 怎么产生的 根据你过去的业 这叫他心自明 咱们就叫他心通 也就通了 前头那叫他心通 这也叫他心自 两个不同 有区别的 天眼自明 就是无奈天眼 这个是指菩萨 他那眼睛就像摄像机似的 照你一切的事 照你一切的摄像 就知道这个事物 怎么生长的 它怎么消失的 消失的又怎么生长的 又怎么消失的 无穷无险呢 这个叫自明 把前头又加一个自明 许名自明 过去自 无量解 为什么跟前头是通的 为什么前头叫通 这个叫自呢 为什么还标个诗字 还有是通 本来是通的 通跟字是通的 为什么他要 重新给你解释一下 诗通跟实明 料有出入 一个方便散巧 一个根本制造 根本制造 一个是有分别 一个是无分别 在这样差别 你说咱们的灯光 它有分别吗 没分别 菩萨他对一切众生 他只是照 这就贬任 他没有耐增 没有耐增 就是咱们前头讲那个 贪欲啊 他没有这些个 没有贪欲 断了才能得到知名吗 他们照见一切宰相 发起 生长 成长 消灭 都知道他这个过去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唱讲花言 立红地藏 虽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演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情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 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 狗狗的品种 但是 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扶持 救护 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铺名 台湾救狗协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杉 Vol iPhone 站在里面的时冠 你一直在工作 我小时候看他的时候 就是一直在工作 很少跟他讲话 安慰她的忙 可能同學的母親都是那種家庭主婦 可是我媽媽是 她肩負爸爸跟媽媽的責任 很刻苦耐勞 再辛苦再難腦 我覺得她都可以撐過來 如果今天我的立場 跟她的立場調換 我覺得我可能沒有辦法 一個人帶著三個小孩子 然後撐過這麼多年 因為沒有工作 一個人又要撫養三個小孩子 剛好我一個朋友 她在仿寮開了一家素食店 我就去跟我的朋友說 你們可以教我做素食嗎 你又看她做了 你又去她看她做了 有啊有啊 大姐說我沒來看看就行 現在你把它弄下去 我做什麼網路啦 網路只要是你的紅燒餐不錯 這幾個人觀念很壞 可是有一個條件 你必須要念 一百零八遍的經典 你才可以來做素食 我就把一百零八遍的名聖經 都念完了 當時我就哭了 好像是在講我自己 人生為什麼那麼苦 那因為那時候她 就是說碰到很多的矛盾 她解不開 那可是她又要養三個孩子 那我心裡想說 那我唯有叫她來做素食 最辛苦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以前沒有吃素 對素食來講 我是完全是不會的 剛開始開店的時候 因為身上沒有什麼錢 也不敢請人 就是小孩子幫忙洗碗 我們都不敢休息 我就是說你只要煉金 消夜這樣 去消夜 我用這種方式 所以我都 我一般來講 我都是不中慰的 我們就收過會這樣 當時有很多客人就問我說 師姐你開素食店 你有吃素嗎 每次都跟他們說謊 覺得這樣是不好的事 有一次 師傅剛好在高雄 辦了一場八關齋戒 我就到高雄去授戒 去皈依 當時師傅沒所講的話 我真的很感動 每句話都講到我的心裡去了 好像我們是流浪很久的小孩子 遇到母親一樣 很忙的時候 我不小心切到手了 我就覺得說 我們自己切到手的時候 就很痛了 難道那些被我們宰殺的動物森林 他們不會痛嗎 當時我就開始 全心全意的做素食 那時候我就開始吃素了 因為我們小時候很皮 比較容易生氣 學佛之後 個性變得比較 比較溫和一點 因為他學佛之後 他變得比較善良 媽媽開始會捐錢去幫助一些人 學佛之後他就是 比較不會單純要賺錢的方向去經營這個店 而是他覺得說 他想要利益更多人 讓更多人吃到素食 而不是只是單純為了賺錢 包括有時候 他就算很累 他現在也是堅持固定的時間 會去那個 坎頂園區幫忙就是做便當 我真的很對不起我女兒 因為屬於一個單親家庭 他必須留在家裡幫我固定煮麵 然後讓我放心的去法會做義工 相信佛菩薩的力量 有一天我們真的能夠走過來 以前的媽媽 因為可能我那時候年紀還小 她可能就是會比較強硬的方式去 叫我做任何事情啊 或者是一定要幫忙家裡 以家裡為主 可是現在因為我們畢竟都長大了 媽媽也了解說 我們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想過生活 她就是會比較尊重你的意願為主 媽媽給我們的可能 我們會比其他的小孩還要更著手啦 就是會想要趕快先出社會 出去工作 趕快先賺錢 然後給媽媽 然後給媽媽 嗯 她就是比較不會阻礙我們去追求 我們想要的夢想 我覺得還蠻幸運的 其實我覺得不是什麼突然之間感受到她很愛我 而是她從以前到現在 她為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其實都覺得 她真的是一個很偉大的媽媽 因為現在我已經28歲了 可是我還是很能想像 蹦出一個小朋友讓我顧 結果感覺已經放棄自己的自由 然後去專心顧小孩這樣 我媽媽其實也是不太會表達的人耶 她會跟你講說她需要什麼 但是如果你送她 她就會笑笑的 但是她也不會表達太多 她不太會說什麼很好聽的話 但是她就是會表現在臉上很開心這樣子 在這裡我真的非常感謝我三個孩子 從小到大 他們都沒有自己的時間 我真的要跟我最愛的三個孩子說 謝謝你媽媽有你們 真好感謝你們 現在你們都長大了 我們也有自己的家 你不用再替媽媽環繞 你好好的追求你人生的目標跟理想 她教我要回去體諒別人 多聽別人講話 也沒有什麼秘密瞞著她 就是 如果真的要對媽媽說一句話 就希望她不要再這麼累 因為我們三個都已經長大了 可以賺錢了 就希望她不要再擔心我們 然後讓自己好好休息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想讓她早點休息 所以不要她做了那麼累 那麼我愛你 在這裡我有一個心願就是 如果大家願意的話 我可以免費教大家做術師 這是我這一輩子最大的心願 讓大家能夠吃術 我去看到你 吃術師 菩提 法水永长流 生命殿世 慈悲奏就 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